黑人开车最怕遇到什么 被白人警察拦下 这对母子就很不走运 遇上了一个爱搞事的警察 在摇下车窗前 母亲告诉儿子 待会一定要有礼貌 不能有任何情绪 接着警察走到车前 他们摇下车窗 母亲立马亲切问候 警官早上好 这是我儿子 今天是他去大学的第一天 可警官却笑里藏刀 他话风一转 就问车里有没有武器 儿子有些不耐烦 咱们只是去学校 怎么可能带武器呢 但难得遇上一对黑人 这警察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们 又找遍各种理由 想要挑衅两人 可突然间 他慌了 因为车上有台录像机 正对着自己 他试图抢过机器 将自己的行为清理干净 却不料 当母亲按下快退键后 时间居然开始快速回退 下一秒 时间就回到了十分钟前 他有点懵圈 问儿子刚那警察在哪 对方都不知所云 什么警察在哪 随后 母亲让儿子把车停在刚刚的路口 没一会儿 那警察果然来了 他这才意识到 录像机拥有回速时间的功能 刚刚确实回到了过去 只见警察走上前 说两人的车停在围停车道 而儿子见母亲脸色糟糕 坚持说要送其去医院 处理围停什么的 我才不管你压的 警察乐了 哎呦 还有主动送人头的 他立马拔出枪 母亲见状 赶紧按下快退键 时间就再次回速 现在 他回到了出发之前 母子俩身处早餐馆 而那警察 也正坐在一边享用着早餐 随即 他的目光 也注意到了这对黑人 母亲不愿多呆 立马就带着儿子出发 他并没有赶着去学校 而是住进了旅馆 打算第二天再出发 这样一来 不就能躲过那警察了吗 却不料 他还是事与愿违了 2000万美元的彩票 该怎么中奖 第一步 等待中奖号码公布 第二步 拿出神奇录像机 按下快退键 将时间回速 等买完彩票 即可乖乖坐等开奖 儿子都傻了 我的妈呀 你也太神了 咱这不就发大财了吗 可儿子刚想出门买东西庆祝 却不料 那白人警察又来了 对方一路跟随这对黑人母子 上来就说要看两人身份证 母亲见气氛不对 连忙说会把证件拿过来 但儿子态度强硬 坚持不肯提供 就在这时 警察注意到 母亲手上那台录像机 他情绪暴躁 一把就将儿子按到墙上 眼看手枪已经掏出 母亲再次按下快退 时间回到早餐馆 他看着旁边的警察 决定这次主动出击 母亲开始介绍自己 并请客早餐 和警察谈起了心 两人交谈之中 警察也并没有什么反感举动 耐心听着对方的真情告白 甚至在吃完离开时 他还点头质疑 对对方的请客表示感谢 见此 母亲终于松了口气 看来与人友好交流 还是有点作用的 不过这是真的吗 母亲人都傻了 你他压得在和我开玩笑吗 他也终于绷不住了 冲着警察就是破口大骂 儿子见此十分担心 为防事件发酵 他赶紧跑去车里拿证件 哪知这个举动 却让警察以为他想掏武器 下一秒 病医院里 母亲看着儿子的尸体躺在上面 情绪都崩溃了 他握住录像机 嘴里不停默念 拜托了 让我们逃过这劫吧 紧接着 时间就再次回溯 看着面前活过来的儿子 母亲激动的痛哭流涕 但这次 警察却不在座位上 他赶紧带着儿子离开 可刚到门口 就和对方迎面撞上 不过警察这次依旧好心 还主动为两人开门送行 只不过 他还是回头注意到了两人 看来 事情并未结束 在米国 白人警察有多嚣张 面对黑人 他能找遍任何理由 就让你出示各种证件 只要拒不配合 恭喜你 喜提一枪毙命大奖 而这对无辜的母子就是这样 他们先是被白人警察各种找查 接着因为不配合 儿子就给一顿毒打 最后还因出示证件时 被误以为要掏枪 惨遭警察当场执法 好在母亲拥有一台 还能回溯时间的录像机 这才能逃过一次次危机 而现在两人的目标 就是将儿子送到大学 为此 母亲这次找到老弟帮忙 并将录像机的能力 和一路上遭遇的威胁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弟弟没有怀疑 立马就带着他们通往一条秘密通道 几人穿过阴暗狭窄的下水道 而出口 正好就在大学门口 因为这所大学 是这座城市里唯一的黑人大学 所以在此之前 这条秘密通道 就帮助了无数位黑人同胞 可本以为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却不料 那白人警察还是来了 他命令三人停下脚步 但弟弟竟一无反顾 用肉身挡在了枪口前 然而其他警力已经赶到 母亲健壮 也站了出来 他举起录像机 决定这次为同胞们反抗到底 就连后面的黑人们 也纷纷拿出手机进行录像 警察急了 立马将枪口对准母亲 但黑人们见此 也纷纷向前迈捕 其他警员怕了 毕竟几个人 终究敌不过这么多人 最后 这警察抱着满心不甘 放下手枪 绕过了他们 而儿子 也终于踏入了大学校门 这次 母亲的勇敢 为同胞们赢下了胜利一仗 世界本是一个大家庭 却被所谓的种族优越 搞得乌烟瘴气 而曾有人做过一项测验 发现许多认为 自己百分百是 纯正本国人的人 他们的血统里面 其实有一小部分比例 是属于自己所讨厌的民族 因此从广义上讲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所以 请抛弃种族优越感 放下对他人的偏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剧集出自 新阴阳魔界第一季 第三集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